板橋大元柏在28號時通知 有一名櫃姐確診因此停業一天 不過29號中午又再度宣布要停業 讓員工氣炸太晚通知白跑一趟 甚至還有人被關在裡面 事實上大元柏要營業 也必須有一定員工數量篩檢陰性 才能開業 讓員工怒批大元柏根本是在賭命 也有人說停不停業公司都沒講 得盯著臉書才能知道最新狀況 而明知道PCR篩檢不會這麼快有結果 還要員工待命篩檢配套也沒做好 不只員工對開業狀況不清楚 也有民眾白跑一趟 對此板橋代元柏回應 29號早上把員工篩檢陰性報告交給新北市府 數量超過一天員工預轉量 但下午一點多 金發局通知報告不符 才臨時通知員工停業 而新北金發局則說明 因為大元柏篩檢總數和快篩結果 還無法全數釐清 因此29號還是暫停營業 筛檢的員工數是1579名 跟我們到現在為止掌握了1323人 還是有漏差 而這一名確診櫃姐足跡也出爐 除了四天上班到過大元柏 21號時曾到過板橋居酒屋 25號到土城連鎖壽司店 儘管CT值31傳染力低 但新北市府不敢大意 後續大元柏恢復營業前都得造冊 快篩陰性才能進場 也會檢查消毒紀錄 核可後才能營業 TVH新聞 是文杰張惠賢 新北市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